4月16号生的鸡蛋 到台湾都已经过期了 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 我们的委员执一的 会不会是让特定人事 进口销毁两边转吗 兵哥 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 匪夷所思的地方 大家知道从 刚立文有讲 从巴西运弹来要多远 你知道吗 你要从南美洲这个地方 一路上来到加勒比海 然后到巴拉玛运河 穿过巴拉玛运河之后 再跨过整个太平洋 才能够到台湾来 你光是传奇 好像据说就五十几天 然后他在巴西内陆运输 不知道花多久时间 所以你看他到我们这边 已经七月多了 那到了七月多 说真的 他的保存期限 已经剩下没几天了 那你到底运这批蛋来 到底要干嘛 我也不知道 然后运来也不处理 你就把它放在仓库里头 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完全看不懂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